6月8号由肖战主演的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正式杀青 这也意味着这部剧离正式播出更近了一步 也是非常让大家开心 除此之外就是终于可以看到新的物料了 在杀青的第二天官方也是正式发布了杀青特集 特集记录了这部剧从开拍前期准备 到拍摄期间幕后工作人员的努力 从常见的布置和切换以及幕后花絮 也可以看出这部剧还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让这部剧的质量得到了一顶的暴震 除了幕后制作花絮之外 在杀青特集中还曝光了一些剧中情节 其中作为主演的肖战 在视频中也是曝光了多套造型 有穿着风衣骑着自行车和一群人向前骑行的画面 肖战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服装和自行车都非常有那个年代的特色 谢谢那个年代的青春风貌 还有肖战穿着军大衣 头上戴着大帽子 手上戴着瓶手套 骑着特有的老式摩托车的情景 与上一幕的青春洋艳感觉不同 这一身造型的肖战 展现的是北京校爷的桀骜不逊 整个人品帅品帅的 把自行车一扔就和对方打了起来 看来虽然是现代剧 但打戏应该不会上 除此之外 这部剧中同样也有肖战当兵的情节 山卓军装进行训练的场景 让人不禁想起了 肖战在防派部队里的表现 这样的训练程度对于肖战来说 应该不在话下 还在朦胧的灯光下 肖战面对女主李青 露出了高兴又感动的笑容 让人非常好奇具体情节 还有站在众人中间 肖战开心的对周围的人大喊 隔几个成了的幸福模样 每一身造型和每一个长期转化 都与以往的肖战造型完全不同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除了造型之外 大家也注意到 在这部剧中 肖战的台词进步也是很明显的 因为饰演的是一个北方人 所以普通话也是特意进行了练习 越以往的台词明显不同 7号作为主演的肖战 也许特意发了翻文告别肖吹声 表示不见不散 并晒出了九宫阁照片 照片中有肖战骑过的自行车 又展现了背影照 有剧中的长镜图 还有紧露出下半身的华神图 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氛围感 让人感叹不愧是学艺术的 拍起照来也是这么有感觉 除此之外 在3位还特意放了一张 肖战对肖春生的告别备忘录 先是介绍了 我叫肖春生 叫我春生就行了 从演号也不难判断出 这应该是剧中春生的自我介绍 其中北方的冰雪 南方的风雨 他们都会记得 也是让大家感触良多 既表达了这部剧的拍摄时间 也是寓意着肖春生在这部剧中的经历 而肖战每一次杀青的时候 都会为角色写下一句诗词 这次引用的是 野火烧无尽 春风吹又生 这句话也是既包含了剧中角色的名字 也能体现出剧中人物的性格 从这个微博可以充分感受到 肖战对于角色的用心投入和塑造 可以说是非常有仪式感了 肖战可以说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了 从不被肯定到现在 经历无数黑粉 肖战不愧是娱乐圈 炙手可热的顶流明星 她凭借着陈情令中的精彩表现 获变了大江南北 原本肖战可以在陈情令收官后 拥有更多好的资源 结果却被黑粉恶意重伤 导致自己一时之间陷入了被动局面 还好肖战没有放弃自己 最终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人品 得到了大众的高度认可 从而成功付出 7号肖战又给观众带来了 很多质量上家的作品 比如《庆余年》《狼殿下》 王牌部队 余生情指教等等 柔间的肖战踏实演习 专注作品 热爱生活 每次出现 总能带给观众很多新兴 娱乐圈除了肖战的成名之路 比较坎坷外 谈松韵的成功也来之不易 谈松韵从极其无名的小演员 到现在忍起爆棚的大女主 完全是靠她刻苦钻研角色 略见磨练演技所得来的 此次合作的新剧 还是一部关于暗恋的现代甜丑剧 两人即将合作的作品是 偷偷藏不住 海编自主义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的是 女主桑智 阿脸比自己大七岁的男主 断甲雪的故事 在这部作品中 男主是女主哥哥的朋友 外号男狐狸 他外表冷淡慵懒 帅气逼人 说话吊耳浪当 性格还有点腹黑 但是骨子里却很痴情 而且男主还是经常撩美不自知 此外 男主腹黑的背后 是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伤痛 不过最终女主给了男主 一个温馨而明满的家庭 成功救赎了男主 在偷偷藏不住中 段甲雪这个角色 跟肖战本人很相似 他们都属于那种 很有魅力的男生 不仅颜值出众 性格还很温柔 再加上肖战演技在线 肯定会诠释好 段甲雪这个角色 而桑智这个角色 对谭松韵来说 简直就是本色出演 在这部作品中 桑智是一个古灵精怪 心思单纯的女孩 对男主一见钟情后 便忍不住想接近男主 但却一直以妹妹的身份 守护着男主 相信一谈松印出色的眼睛 肯定能把桑智 外表的古灵精怪 以及内心对男主的 孝心意义演绎出来 偷偷藏不住 除了有肖战 赵鲁斯这两位大咖家门外 该剧的制作本底 也很强大 偷偷藏不住的导演 沙维奇曾直到过 陪你到世界巅峰 编剧欧斯嘉曾参加过 微微一笑很清诚的创作 这篇人官微曾参与 你是我的荣耀 目前偷偷藏不住 已经完成筹备工作 即将在今年8月份开机 偷偷藏不住这部剧 在爆出要开拍的消息之后 便有一批又一批的演员被溜 本来已经确定 由赵鲁斯打打肖战的时候 却未被爆出 女主人选换成了谭颂韵 这瓜吃的也太难了 本来偷偷藏不住 这部由尽将改变的大IP剧 是非常令网友们期待的 其实这剧六人的手法 让人有点大叠眼睛 这堪称史上六人第一剧 剧方每次都是简单 透过一丝小消息 任凭大家去猜测 然后当网络上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他们就出来辟谣 真是足足掉足了 网友们的胃口呢 不过有一句话说得好 物极必反 倘若剧方一直以这么 六人的方式 去提高这部剧的名气的话 最后可能必反作用 导致网友们对该剧 丧失信心和兴趣 可能他们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肖战出演 偷偷藏不住 男主段家序的消息 被一种不惊而走的方式 爆了出来 关于肖战担任 偷偷藏不住男主 以及禁组的消息 自爆出来以后 剧方再也没有公开否认 应该是把酒不离时了 差点也就是一个官方宣布了 不过作为女主的人选 却被爆出又出现了变故 本来已经在定赵露斯为女主 如今又似乎换成了谭颂韵 不知道是不是剧方 又开始遛女主人选了呢 不过谭颂韵的实力 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是与人家伦合作的 锦衣之下 以一种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 成功走进了影视圈 如果说这次真的可以 由肖战与谭颂韵合作 这不偷偷藏不住的话 还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呢 也就不忘大家被遛这么多回了 那么大家觉得谭颂韵与小战合作 偷偷藏不住 这个组合是否可以呢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